女人结婚后学会对自己好 你的婚姻才能好 你和老公的关系才能好 爱真的只会奔向不缺爱的人 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 三个我们在咨询当中验证过 得对自己好的原则 简单易操作 理解起来也很容易 照着这个做 你就不会纠结老公到底爱不爱你了 因为它肯定会开始对你更好 第一个物质层面 在你的能力范围内给自己最好的 你可以给自己买最好的 也可以要求对方给你买 当然要记住一个前提 在你们家庭或在你的能力范围内 你不能说你们家庭收入一个月一万 但是你非得要去买一个包 非要三万块以上的 鞋子非要在一万块左右的 不然就是老公对你不够好 他就没有本事 那这样你俩就会都很痛苦 肯定过不好的 但是你们攒一年的钱 几千块钱的鞋子 你买一双也是可以支撑得住的 穿上还特别的舒服 而且你超级想买 那要去买 你心里呢这个时候也会舒服了 他呢也会觉得压力不大了 千万不要说你为了省钱 买一大堆破烂货回家 他给你买点什么 你就开始嫌贵 或者他不给你买 然后你就开始嫌不舒服 很多看起来便宜 但是质量差的东西 不仅用不着 还会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你自己呢还会觉得委屈 觉得你都这样省钱了 老公就是看不到一样 你老公呢买点什么 你都会说贵 其实你是希望他夸你会持家 但是呢 他只会觉得 那就给你便宜的 反正买贵了 你还得说它 而且你就配便宜的 那你说 你们之间的误会 不就产生了吗 所以你们一定要相信 物质的作用 好的一些东西 就是会让你觉得 自己是被宠爱的 自己是值得的 提升你的配得感 你的生活才能向上 第二个态度层面的 遵守信用 比如说你想买一个镯子啊 那你们现在有一个 三万块钱的预算 但是呢 你们跑去看了 你看上那个五万块了 这个时候 你就严格按照三万块的来走 而不是非得死缠烂打的 就要那个五万的 不给买 就是他不爱你了 或者你说 我们家可是还要存款啊 再添两万没什么问题 你要记好了 因为三万预算 是你们商量定好的 那就不要打破你自己的信用 说到做到 或者你可以不买 等到攒够了钱 再来买这个五万的 总之是你遵守了 在他心里 你就是容易商量的人 他会觉得你非常有分寸 当然你得告诉给他 我真的是太喜欢 那个五万块了 可是我也对我说的话算话 所以我现在就是个爱 第三个 关系层面 对他好 这个时候可能有人要说了 你不是让我对自己好吗 怎么又变成对他好了 我想说的是 对自己好 不是代表一定要对他不好 相反如果他为你做了一些事情 那你就一定要用 他也喜欢的方法去回报他 让他尝到他对你好的甜头 也就是你对他好了 他就会继续对你好 学会了吗 好 感激 我 没有 没